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确操作后 电脑会自动弹出华为手机助手 此时 线控指示灯为蓝色长亮 VR眼镜屏幕长亮 在Nolo Home界面点击下一步 将华为VR Glass与Nolo CV2的头部定位器连接 长按Nolo基站上方的电源键打开基站 将基站水平放置在桌面边缘正对使用者 建议摆放在距离使用者1.5米至2米的位置 长按手柄的电源键打开交互手柄 确认交互手柄定位基站和VR Glass上方的 Nolo头部定位器指示灯均为绿色 这样Nolo的交互设备就可以相互通信了 在Nolo Home界面点击连接 此时会自动换起Steam电脑弹窗 提示登陆Steam 正常登陆后 自动换起Steam VR 将华为VR Glass放在距离基站正前方1.5米至2米距离的地面上 使机在基站的定位范围内 单击头部定位器上方的黑色按钮 为VR头显标定地面高度 戴上VR头显 拿起交互手柄 面向基站 伸起双臂 双手并拢 目视前方 分别双击手柄的电源键 完成正方向标顶 现在 您可以在Steam VR平台下载您喜欢的VR游戏 享受与虚拟世界互动的快乐啦